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匈牙利华人之声广播匈牙利新闻简讯节目,我是浩东 今天是2016年11月15日 在昨天的国会会议上,尤比克党和社会党都向国会递交了自己的宪法修改提案 尤比克党的政治主张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他们说,首先条件是政府必须废除国债移民,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反对派社会党党团领导人托特称 社会党将不会参加由反对党发起的更好匈牙利运动 针对匈牙利特别国债移民项目的无党磋商托特说 社会党早就建议国会取消国债移民 向销售国债的公司征收特别税,并且对那些购买国债的人进行审查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官方消息证实 匈牙利国债移民项目将会终止 但是一家专门为国债移民投资者服务的俄语网站却刊登了消息称 匈牙利特别国债移民销售的最后期限是2016年12月27日 种种迹象表明,匈牙利备受争议的国债移民项目将于今年年底终止 据布达佩斯警察总局介绍 11月13日晚上,首都警察在酒区苏洛克沙利乌特 伊拉德士乌特交叉的十字路口 发现57名阿富汗非法移民 其中包括一些未成年孩子 他们没有匈牙利签发的有效旅行证件与授权进入匈牙利的任何证明 匈牙利国家银行2014年开始实行货币改版计划 作为该计划的下一步行动 2000伏林与5000伏林面额的纸钞将在房伪与外观上获得进一步提升 新版货币将于2016年11月15日起成为合法的支付工具 并将在现金供应链安排就绪后 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进入流通 目前正在使用的旧版货币将一直使用至2017年7月31日 然后将会被国家银行回收 即从2017年8月1日起 改版后的2000伏林与5000伏林面额的钞票将具有唯一的合法性 根据匈牙利通讯社MTI报道 因为KDB银行的一些制度漏洞 匈牙利国家银行MNB对KDB银行做出了2900万伏林的罚单 中央银行已经让KDB银行对不符合规定的行为做出纠正 金融管理机构MNB裁定KDB银行没有损害客户的利益 也不危害银行的运转 据佩斯州灾害管理发言人说 周一中午不达佩斯多脑弯了沙伊科苏特罗友小学发生煤气泄漏 出于安全考虑 学校的116名学生和13名老师全部被疏散到附近的教堂 经检查是燃气球阀坏了造成了煤气管道泄漏 星期三开始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将下调至三个伏林 柴油价格不变 汽油价格下调至333至334伏林 柴油则停留在348和349伏林 但驾车人士可能会遇到各加油站之间15至25伏林之间的价格差异 布达佩斯有许多旧货市场 他们有隐藏在市中心的某个角落 有的则坐落在宽阔的广场 在这些旧货市场里 你时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老式小玩意儿 比如匈牙利历史上的钱币 二战时期的防毒面具 老式的小收音机 古色古香的家具 及各式各样的苏维埃年代的遗物等 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从今年7月开始以来 多次就美国总统选举发表意见 公开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多纳德·特朗普 反对希拉里·克林顿 特朗普的意外当选是奥尔班欣喜若狂 他预言 凶美关系将出现180度的转折 在每年的11月至12月期间 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的沃洛士马教广场 都会摇身一变 身为热闹非凡的圣诞市场 市场汇集超过百家特色商店 为游人带来各式各样的圣诞主题商品 及特色工艺品 在每年的圣诞市集活动期间 市区还将举办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包括展览 儿童主题活动 木偶秀等 本节目由唐人街建台中心 梅多克拉菲园教室 新亚历电信中文营业厅 合力电器 新亚历旗电店 环宇超市 到花香火锅城 沸腾鱼香 城市房产特别播出 消息来自新导报联合报 财律师事务所 浩东博报 感谢您的收听